皮肤变好现在全台湾每年更有50万人 他们是选择打肉毒杆菌 但是要告诉您现在有新的商品了 不用打针用擦的肉毒杆菌已经问世了 不过医师觉得这样的方法有没有效呢 带你来听听 歌坛丁后马丹娜靠着肉毒杆菌去除岁月的痕迹 立法委员陈道明也因此而越老越年轻 肉毒杆菌整形大流行 市面上甚至出现了肉毒杆菌面霜 甚至肉毒杆菌面膜 不过医师表示这些都是伤人的噱头 肉毒杆菌不能用擦的擦了也没用 肉毒杆菌因为最主要是它分子量相当的大 所以皮肤根本没有办法吸收 更夸张的是其中部分产品里头根本没有肉毒杆菌 它确实里面没有肉毒杆菌啊 怎么可能有肉毒杆菌 因为这个牵涉到医疗行为不能这样子贩卖 但是效果就是媲美它的效果就对了 医师说肉毒杆菌一定要用注射的才有效 可是用在某些人身上会有副作用 重症肌无力或是过敏患者最好不要贸然尝试 台湿新闻女嘉宁王正义台北报道